祝你 托你 祝你 好好气 嗨 我的朋友小乌龟 祝你生日快乐 小兔子 吓一跳吧 虽然我们才刚认识没多久 但生日还是要一起庆祝的嘛 对吧 小乌龟今年多大了呀 啊 我七十岁 七 七十 那好小蜡烛不太高的样子 没关系啦 不用点蜡烛也行 反正也没那么重要嘛 谁说的 我之前在书里看到过的 生日蛋糕上要点蜡烛都是有理由的 理由就是 是什么来着 祝你 托你 看错解密 生日蛋糕要点蜡烛 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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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祝你 托你 来告诉你 很久以前在希腊传说中提到 宝宝出生的时候要做蛋糕 像月亮女神阿尔特密斯许愿 为了许愿所以才要做蛋糕 圆圆圆滚滚滚像月亮一样更永远 一闪一闪像月亮一阳光光点点 搭上蜡烛石下心愿 希望你健康长大 让蜡烛不再垂灭 听说心愿就会飞向天空会实现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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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上把那种点一点 是永远健康的祝愿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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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上把那种点一点 是永远你的爱与主人 爱与主人 很久以前在德国传说中提到 等日的早晨要送生日蛋糕 给要过生日的那位小朋友 送上亲手做的生日蛋糕 好大好大一个生产蛋糕 一闪一闪像月亮一样光满点点 天上跟年龄一样的蜡烛 蜡烛再多长一根 这是生命的主意 最后一整天的蜡烛 整个蜡烛不熄灭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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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上把那种点一点 是永远健康的祝愿 祝你生日快乐 在生日蛋糕上点蜡烛的由来 虽然很多 但长长久久 健健康康的美好祝愿 都是一样的 原来如此 我拿来了一百个蜡烛 长长久久的一直活到一百岁吧 我们原本都不止活一百岁呢 你等等啊 我再去拿两百个来 小兔子